海思相愁,遇见最美春庄 今天带你走进泉州洛江区,红山村 走进春庄你会感受到一种宁静和甜淡的生活氛围 还可以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闽南传统建筑的代表座,土楼 具有强烈的文化和艺术气息 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旁边就是闽南红砖古厕 以红色砖块为主要材料 拥有悠久的历史 附近的稻田里充满了水稻 与周围的群山秀水 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景画 然后去聚丰工 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庄严宏伟 笼筑雕 处处精心设计 极尽砖雕时刻 水围护灵碑 市集文化保护单位 近一百七十多年历史 穿过郁郁葱葱的林荫小道 一座天然的瀑布 赫然出现在眼前 寻挂在威恶的山林之间 水流几几层层涟漪 站在这里 仿佛置身于一幅巨画之中 接着乘坐飞艇 前往红桥悬廊 全透明的玻璃观景平台 走在上面惊险又刺激 再往前 就是石龙古森林公园 这里非常适合亲子游玩 有超长的滑滑梯 水上漂流 玻璃桥 游玩项目众多 荷塘中的荷花盛开 侧彩缤纷 最后 樱梅园 不到长城非好汉 在泉州 居然藏着一座 宏伟壮观的长城 盘旋在山底 就像一条蜿蜒的巨龙 巨大的雕像 林中的绿宝石 如果你也喜欢文化 历史 和自然风光 那就来红山春吧 绝对不需此行